要的是道歉 不是钱 女儿的话也是闫阿姨的真实意思表达 然而之前记者了解到 事情发生一年多以来 虽然离饭店不远 但是闫阿姨一家并没有亲自上门 去和饭店老板进行过沟通 之前女儿委托朋友递交诉状 诉状中提出的到底是什么诉求 赔偿金额到底是多少 女儿在电话里也表明自己并不清楚 也就是说闫阿姨的维权 一直停留在了确认真实诉求之前 阿姨您知道为什么这个事拖了一年 包括我们跟女儿打电话 也觉得有点费劲 就是你们的主张不明确 是 当时就没一想特别多 当时就是女儿一生气 告她 她当时那么不讲理 所以就说告她 但你告的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想弄明白的 让她赔多少多少钱 没想 你哪怕写一块钱也得写 你诉讼请求得明确 你不能告诉法官说 法官你判吧 判多少是多少 那是不可能的 对吗 你企图上一定要有一个数额的 对吗 他真没写 你没写数额 法院怎么能跟你说我接你的 人家没法接 您明白了吗 就人家不知道你要干嘛 这样少阳老师 跟您分析分析 今天女儿的就是这种反馈 我特别失望 妈妈刚才说 就我等待着女儿帮我去做什么 但是女儿今天听上去说 我等着妈妈想做什么 对 所以这母女俩之间 就是我们能听到 她们之间其实并不顺畅 也许沟通出问题 也许是 没沟通 没沟通这是 对 律师刚才反复地在问 就是我们特别想帮您 对 但是我们不知道帮您什么 如果说您今天真是被激怒了 那咱们解决情绪问题 那我可以帮您 从情绪的角度来解决 如果说我们觉得 确实又疼了 又看病了 我觉得我的利益受损失了 那我今天可能要伸张 法律上的一些主张 那我们就索赔也好 权益的恢复也好等等 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对 所以阿姨我问您一个问题 因为一开场 我们就说局气这事 就我想问问阿姨 其实是不是阿姨 您特希望对方 其实拎着东西也好 哪怕打个电话也好 或者过来看看 说阿姨 没想到 您看您在我们那摔了一跤 您有事没事 如果对方有这么个行为 哪怕这些话 其实这事就过去了 对 不能这么理解吗 对 其实这也是我觉得 就是这位阿姨 她的真实意思 和那个 就是饭店的老板的真实意思 其实也不在一个 对等的频道上 肯定是 或者说您想表达的意思 对方也没有感受到 复原一下这个场景 比如说我在你的饭店里摔倒了 我当时说没事 没事 我自己那缓一缓 我就回去了 那你也给我炒两个菜 其实我内心还是蛮温暖的 当我回家发现 我确实病得比较严重 我拿起电话给你打电话 说宇童 我摔倒了 这个事挺严重 骨折了 你说怎么办吧 就这句话 你说怎么办吧 对方怎么想 就是一个开门做生意的人 我觉得他本能有个反应 我们知道两个律师 是不是跟我一样思维方式 就是本能有一个反应 就是你一定想要我一个态度 而且你确实在我这摔了 而且现在你说你摔骨折了 连锁性的一定是下面 赔偿的问题 对 怎么住院治疗的问题 他肯定是这意思 但是您也说到了 那其实你想问他的就是 怎么办啊 我治疗啊 赔偿啊 人家可能也不知道 您花了八十 他可能不知道 这个后果是什么样 所以本能的反应 对他还有 我先防御 他还说什么 我问保译公司了 最多赔你两千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老人家你说 我没有提这些事 想让你赔 然后你过来看看我 这个事就过去了 如果你下面有这句话 可能这个事 搁得也不会接的 对吗老人家 对 他要像您这种态度说 也就好了 那说到这儿 说到这儿 我必须把刚才女儿 提到的一段录音 我们在这儿放一下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些 因为对方没有接通电话 我们来听听 这个女婿和饭店老板 通话过程中 都有哪些信息 可以让我们来参考一下 来 您也承认就是比如说 在您那摔的 但是也不承认 我有多少责任 对吧 我因为本身 我就没有责任 老人自己走上楼来 自己再走下去 咱们该有的事 把都有 而且还有人在旁边 提醒注意拍家 这些事 你可以和老人核实 看有没有佳话 所以我觉得呢 咱们就法律程序 是最好的 就是走法律程序了 你别的 你有什么解决方案 你给我提出来也行啊 你们现在的意思 觉得这个奖 让我赔多少钱 这是保险公司的事 我们并没说 让你赔钱 真的 我媳妇当时也说 没说说赔钱 因为想要 让你赔钱的情况下 那为什么 在那说完了之后 我们就走啊 那你看这么着 应该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现在呀 这些东西都不用提 抓紧时间 该看病看病 该干嘛干嘛 你看完病之后 该走保险都走保险 完了呢 如果说呢 法院说 我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我们就承担 咱们就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方法 各方的利益 都能保证了 都能保证了